那么上一句 这一句呢就是浅 浅除那个小圣的执走 意思就是说明了 五蕴当中每一蕴当地也就是空的 都是空 空病易空了然自觉 那么空病易空 怎么讲空病呢 就是说我们首先呢 建立外在的境界 外在境界建立起来 依能观的心去观察它 了知它没有真实性的 能观的智慧 你不能够执走能观的智慧 能观的智慧也是空的 你要执走有能观的智 那还是无名 所以心经讲了 无知亦无德 要无知亦无德 这个时候才 菩提萨多才成就 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空病 你要执走 还有能观的智 就是病 连这个执空的病也要空 要空掉 能观的智也无所有的 也无所有 那么了然自觉 怎么讲呢 这句话怎么说呢 就是说呢 因为它的体性 很清楚的 就是自觉 圣智 称入本性 不要再执走 有一个东西 那么 《任言经》当中所讲的 那么 知见立之 是无名本的 而知见无之 诗记内盘 诗会知道吗 在知见当中 立之呢 强力为之 本来就是这样 很自然的 你强力 那就是无名 那知见无之呢 诗记内盘 连这个能观的 那个智也离开了 那就是内盘的境界了 接着呢 圣环相义 义者不争 生活体同 同起真见 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呢 我们对于这个真如自信啊 假使当中还有 有圣人的真如 凡夫的真如 有这样像状的差别呢 平常的手分别的 叫做 再禅的真如 凡夫 叫再禅真如 真如呢 隐藏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呢 这个叫如来藏 叫如来藏 如来藏在我们凡夫的心理当中呢 叫如来藏 就是再禅真如 再禅真如 那么佛呢 将这个烦恼呢 所以众生跟佛呢 体性呢 都是相同的 是一样的 同起真见呢 既然都是相同 难道会有真有减吗 真如呢 在圣人的份上呢 是不增加一时 在凡夫位当中呢 也未尝减损一毫 华恩经当中所讲 心和众生尚无差别 无了心就是佛 迷了心就是众生 而众生跟佛 是由心所安利的 心所安利的 所以呢 众生跟佛呢 平等的 说回来就是一心 就是一个性 它本来就是一体的 说好人跟坏人 好人跟坏人差别在哪里 就是那个心嘛 好人也是心 坏人也是心 都是那个心 恋头一转就对了 就是那个心 没有在另外换一个心 你现在做好的 你的心脏要移植了 要改变 换一个心脏 你是好人的心脏 没有不需要 就是那个心 一样的 都是一样 同一个体的 所以说呢 生活体统同起真见 我们诸位要能够承担 我们有真正的自信 跟本师释迦牟尼佛 跟欧命陀佛是无而无别的 无而无别 要能够肯定呢 肯定 无意是虚妄的 依此误解 忠实无数 然堪发心 学菩萨恨 都是言教的思想 所以依此而觉悟 能够理解之后呢 趁而我们真如知性 而申请修行 趁信起修了 这样呢 忠实无数 忠 就是到最后面 你成佛的时候 实 就你刚刚出发心的那一念心 没有什么差别的 在内盘经当中所讲 说 花心 旧静 毕静 二无别 你最初发菩提心 跟毕静沉默 两个心 没有差别的 没有什么差别 华音经当中也讲 说出发心时 既成正觉 善才从此 五十三参 从实性满心 从初初开始参 参到最后面 从会普光明殿的时候 善才再见到文殊菩萨 也是一样 就是最初那一念发菩提心 功德也满的时候 那一念心 跟最初发心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差别的 所以我们说 这个《金刚经》里面所讲 说信心清净 则身实相 信心要清净了 你能够肯定 我们基础有真能佛性 一佛性发这个心 则身实相 这实相是什么 没有其他的 所以要能够 以此误解的话 终始无数 成佛跟最初的发心 提 没有两个 就是那一念心 所以如此的话 就坎格发菩提心 学菩萨恨 这个是原教的发心 原教发心 一直以那个真能之性 来发的 所以发而无发 不发而发 发也是那一念心 不发也是那一念心 就是那一念心 所以底下就引华言经来说 故华言银 不能了自心 银和之正道 必有颠倒会增长一切恶 华言经当中讲到 不能了自心 银和之正道 说我们不能够了解 我们本有的真如之性 你不能够了解 银和之正道 什么才是能够 趁合不生命心 唯本修音 怎么知道真正的修道 那意思就是说 要我们缓过来去了解 那么了解之后 能够趁合真如自性 而升起修行 那么修的当下 完全合不真如自性 潜性而起修 潜修和性 华言经所讲的 无不从此法界流 无不还归此法界 都是这个意思 都是这个意思 好像说我们现在做一个众生 我们是人道的众生 说我是人的像 我是一只蚂蚁 那么蚂蚁的境界 人的境界 当体就是真如自性 没有离开这个 你要了解的时候 潜修和性 在延期的事项 修的当下 性的是无而无别的 为什么呢 没有离开我们的心 没有离开我们的真如自性 而有修行这一段事情 没有 毕有颠倒会增长一切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假使 不能够了解自性 这本有的真如佛性 所有的见解 都是颠倒会 重来我们先说 因缘是无生 因缘生本来体性是空的 或者六度 或者我空 法空 都未免是颠倒会 怎么样讲呢 就离开我们的心 而解这个法 所以恶圣的人叫做偏空 偏空 他不能够了解 本有的真如和性 他知道一些延期法 都是空 只是知道空而已 但他不能够了解 一切的延期法 等等都是心所变现的 不离开心的 不离开心的 以为是来讲说 万法为是 都是心所变现的 那么再以天台延教来说的话 这境界就是我们的心 境界就是本身 前提就是真如 就是真如 以经成器 气气皆经 你用精子来做 精佛像 精相念 精手肘 精杯子 有杯子 佛像 手肘 等等的差别像 但是当体就是精子 没有离开精子 而有这些佛像 杯子的差别 没有的 这些差别 当体就是精子 就精子 这就是原教的思想 原教的思想 所以离开心 而解切法 都还是颠倒的 还是颠倒 心外解法 那么就障碍 我们顿悟 心地法门的宗旨 所以说增长一切 恶 恶就是有肉业 还是属于有肉的 那么六祖大师 在谈经当中 讲一句话 说不是本心 写法无益 说你不能够了解 你有一个真如自信 你不能够了解 写法无益 你不能够将一切法 汇汇到心 都是心外解法 心外解法 都还是不彻底的 还不就近的 那么这是第一段 了言解性 要了解 我们每一个众生 本来记住 有言解的本性 那么既然了解 我们有言解的本性 我们现在怎么可以 做一个生死反复呢 无名 执着 我们要趁合于言解本性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每一个众生都记住有了 每一个众生在苦当中 我们都要喜欢 他的言解本性 趁合于这个言解本性 而发菩提心 所以底下的第二段 发菩提心 那么底下的文说了 既物言解 则堪发大心 为万行本 然有心体 心相 心得 愿心体者 大悲 大志 大愿 三种心事 大愿是种 悲志是悲 愿者 要欲 要欲和事 为发心 愿要 通达诸法 救度众生 故臣 悲志 我们现在来说明 说呢 既物言解 则 堪发大心 为万行本 既然你能够 那么觉悟到 我们记住有 言解本性 这言解本性 是生佛 不恶 众生跟佛 是无恶无悲的 那么众生分上 也是各个不无 那这样我们就 坎坷发起 大菩提心 而作为万行本 六度万恨的根本 那么也就是说 一遇这菩提心 而俊取六度万恨 所以华言经上头 普慧菩萨 发两百个问题 问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 一下子就回答 两千个答案 那么一个问题 有十个答案 菩萨的境界 不容易的 九地的菩萨 叫做大法师 善会立的菩萨 叫大法师 怎么大法师呢 十万众生 同时问他的问题 他同时回答 叫大法师 不容易 我说 诸位要问一个问题 大家就问一个问题 我不晓得 有多少不能回答的 我们都不是大法师 所以这不容易 菩萨的那个境界 那个智慧 是不可信 是可以的 那么里面就问了 普贵菩萨就问了 说何等是菩萨一 什么是菩萨所依止的 普贤菩萨就回答他十个了 回答他十个 佛子 菩萨莫赫萨 有十种一 那么所谓 以菩提心为一 横不忘事故 等等等等 乃至最后了 所若忘事菩提心 而修诸善根者 谋所摄持 所以这菩萨 就是依止于那个菩提心 依止菩提心 那依止菩提心 而进取就六度万恨 六度万恨 那么讲到这个菩提心 它有内涵的 有心提心 有心提心的相创 心的功德 这样的分别 有这三方面的分别 原心提者 讲到这个菩提心的提 这个提的内涵是什么呢 大悲 大悲 大志 大愿 这三种 大悲 是越利他来说的 大志跟大愿 越自立 那自立利的就是菩提心 我们平常讲 菩提心灯 以大悲为油 那个油 油灯 里面那个油 大志为光 大愿为助 那内涵是这样 大愿是种 悲自为北 大愿是种体 那么悲自呢 是油种 而成北 开出来的 它的悲相 总相是大愿 那么愿 愿者 药育 愿是什么内涵 愿就是药育 我们好药 希望 菩萨的好药 希望什么事情呢 为花心 愿药 通达诸法 救度众生 有两方面 菩萨的那个愿 好药 跟希望呢 那就是什么呢 第一个通达诸法 通达诸法 就是通达一气的佛法 了解了实相的道理 第一例 实相妙理 成就之力 这是大志 另外一方面呢 好药 救度众生 那么 所以属于大悲 所以大悲 那么 清凉国师呢 在解释 菩提心意 当中呢 就这么说了 说到这个 大志的情形呢 凡事想要发心呢 先当以智慧 来观察我们的心 什么是菩提心体 我们的这个时间到 先讲到这个地方 下一堂课再来说明 是菩提心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天英法师祖籍台湾嘉义县 法师同时集聚善根 内心总觉世间无常 年十九前行御出家而未果 1988年 姻缘成熟 于水里联姻寺 礼 燦公老和尚出家修行 世年于吉隆海会寺受三坛大戒 1991年毕业于陆古静律寺学佛院 月年创始学奖戒学 为更深入律学 1995年至南投普里正觉经社 清静医址 海工律师 及上国夏清律师座下学习 世年随清工律师至泰国更增寿南传界 平常除未众讲授戒法 亦未常驻担任监院职士 经常受国内外诸多道场 居士团体的邀请 讲授戒学以及主持佛期 师以持戒念佛为自立利他修行的宗旨 奸习经论之学 辅助建立如法增团 住持正法 续佛慧命 以境界为因 净土为果 作为修行 不二法门 请大家来看着第四面 接着我们再说明 刚刚说到清凉大师 在树菩提心意 文里头讲到 所以大致 讲到这个大致 反正我们想要发菩提心 先应当以智慧来观察这个心 什么是菩提心的体 那么就了之 我们自心跟诸佛的心 是无而无别的 心和众生相无差别 这个心体 就是菩提心 这是原教的 所以我这个心 空无一向 但是万得本具 体性是离开 种种的够飞 所谓的离世剧 绝百飞 就好像清净的夜亮 正当十五日 也满无缺的 我们凡夫呢 最怕就是不能承担 我们要对于这个理通道 要承担 我们那个心体 跟苏日月亮 比苏日月亮一样 圆满无缺的 但是浮云呢 假使这盖的时候呢 不见夜轮 接着呢 长风卷云呢 脚然明白 雾云闪掉了 月亮还是月亮 心也一样的 本来是圆满清净 骗照法界的 这个就是菩提 绝吗 绝 菩提就是绝 这体性呢 没有生 没有生命的情形 不生不寐 就本来言及的 烦恼的瘾呢 手覆盖了 所以就变成无所绝了了 但是呢 我们要是加以 方便的休息 方便持空呢 就吹开的烦恼 希望的烦恼呢 真心呢 本来清净呢 那么也不是呢 心得的 所以在天台的六纪欧当中呢 最后的 究竟纪欧所讲呢 说丹护 本时性 更无一法心 修行呢 到最后面呢 阎门菩提归无所得 不是心得的 是本具的佛心显化出来而已 那么就以这样的智慧呢 了达一切众生 跟我们都是同体的 但是呢 一切众生都在迷惑当中 受种种的 希望的苦啊 心里面很是 怀然啊 而生起一种 大悲 拔旧的这种心 心 虽然本来是清净的 但是呢 久久呢 被这个成老所致毙了 这一些呢 无垠烦恼所致毙啊 所以要广望 发起这个大愿 发心 要修习这个六度万恨呢 行跟怨互相的支柱 由怨而引导我们修行 由行而满我们的怨 行怨相支 就好像车子两个轮子一样 缺一个轮子都不行的 这车子都沿地打转的 不动的 也好像鸟的两翼一样呢 少了一只翅膀 这鸟就不能飞了 那么假使呢 行怨能够相支的话呢 那么必定能够到达眼方呢 能够到达无上菩提 大不泪盘 这是呢 清凉大师呢 在述菩提心意的 当中有这一段的开示 那也就是呢 这个大悲 大志 大愿 这三种的说明呢 就是菩提心的内涵 那么接着底下呢 又再说明了 世故论营 信成就发心者 列守三种 一者执心 正念真如法固 即是大志 无所执走 二者身心 乐修一切诸善行固 即是大愿 为侍弘等对四弟固 三者大悲心 救护一切苦众生固 那么就是引证了 世故 因此之故呢 在启修论当中讲到 信成就发心者 那么信成就 这是实信满心 信满入住 入出住位 出住位的时候呢 那么就发菩提心了 这个时候住 就是住在空里 住在佛家 发菩提心的情形 是怎么样呢 内润有三种 那么信成就发心 在启修论当中讲到 说经过了一万节 修行 经过一万节 信心成就 一万节的时间 在笔学剧当中 就讲了 顿根 精进的 最值最值 一万节 就是论里面所讲的 那么要是呢 利根 不精进 或者利根 非常精进的 这两种的结束呢 就是不一定